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先介绍这位是我兼职妈妈 我什么时候成你的兼职妈妈了呀 哎呀呀 说反了 这是我妈妈 亲妈妈 兼职我相声大大 这次就对了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 首先我得夸夸您 哦 话什么 您看啊 您站在这就一个字 嗯 漂亮 哎呦 我这数学怎么学的呀 不过我很喜欢听 我想大家都 听出过耳向妈的说法吧 哦 这说的是一般儿子长得比较像妈妈 对呀 若您那么漂亮 那你儿子得多帅呀 多帅呀 哎呀 我听出来了 您真是寄个夸几个呢 谁让这年头喜欢帅哥美女呢 不过小钱让我闲不了多久 我还有我自己理想呢 哦 你什么理想呀 你知道吗 我的同学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什么外号 猪杠 哦 说猪杠已经霸雷谁让我还这么低呢 所以他们前面还加了一个字 什么字 短短猪杠 行了 你也别伤心了 这跟你的理想有什么关系呀 对呀 我理想就是当一名厨师 我说是帽子都准备好了 哦 看看 哪高 好了吗 嗯 看 忽然就高的很多 是 您这帽子可真够高的 我还知道为什么他们长得又高又胖 为什么呢 您看呀 一个饭馆有多人吃饭呀 嗯 我炒菜的时候没怕吃那么两口 啊 你偷吃客人的菜 这怎么叫偷呢 我尝尝 但是您天天炒菜也不是尝尝吗 那我真的是尝一尝 看这个菜咸不咸 对呀 我也是 啊 尝尝尝尝尝 初饭 deplое 放点盐 放点酱刑 颯 哎行了别再尝了 再尝一下就这边菜被你吃光了都 好等一下再吃下一趴 我跟你讲靠尝菜是胖不了的 对啊我也正纳闷呢 为什么连天天尝菜也不胖呢 你说我呀 哦我知道了你还没有尝够 看来我尝的还太少了 对啊我可不痒 我说厨师一天得尝多少吃的呀 而且不过一份钱到这样 不说一个月我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你现在什么样子呀 那一个月以后呢 在那时候看谁 才叫我短猪膏 那人家叫你什么呀 猪八戒 哎呦还不如短猪膏好听呢 不管怎么样我是又高又胖的 我跟你讲厨师人家不用肠菜的 放什么东西轻住的狠 不用肠 真的不用肠 出问题你负责 这能出什么问题呀 好一位客人点了一个 糖醋排骨 嗯好吃 客人吃了一口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了 客人大叫是谁做的 是谁做的呀 快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客人吃了一口出问题了 我就问你啊 客人让我吃了一口 尝一尝怎么着 咸死啦 我把盐当成糖啦 哎呦我那得多咸 快道歉吧 客人说不用道歉 啊这么好啊 让我全吃光了 哎呦那得多咸呢 所以那晚上我没睡觉 啊就做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 坐在马桶上喝水 哎呦 不好意思时间到 好谢谢 谢谢